字幕視頻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我在淘寶買過什麼泳衣 其實我所有泳衣都是在淘寶買的 這幾年穿的泳衣全部都是在淘寶買的 把所有我在淘寶買過的泳衣 或者去沙灘關連的產品一次過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經常買泳衣 我買很多泳衣 因為每年的暑假都經常會去沙灘、遊船河等 所以我有一大堆IKEA的泳衣跟大家分享 今年剛剛上個月買了幾套新的泳衣 買了紅色、黑色和白色的 好像買了四套 先說白色這一套 這套是我這麼多年以來都有買的泳衣 但我買了不同顏色 今年買了白色的 買了白色 去年買了綠色和黑色 這套泳衣我超喜歡的 因為她的褲子不太特別 都是像底褲一樣的褲型 不是特別高腰也不是特別低腰 她的胸圍 她的bra 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她的形狀是做得很漂亮的 她的背包也不算很厚 是由厚至淺的 不是整個很厚 不會覺得你的胸部很不漂亮 這套是很喜歡的 所以今年買了白色的 她在淘寶也算是一款最熱的 然後她的帶位是綁頸的 這裡有一個圓圈 這一款就是最熱的 其實淘寶找泳衣寫著 三點式分體式 找到最多最漂亮的泳衣 或者你打那些什麼胸小 或者想聚龍 或者有多些線條 這些字就會顯示很多不同的泳衣 有幾間泳衣的店舖都可以的 我先分享一下給大家 先說這套 這套是我非常喜歡的泳衣 它的形狀是做得很漂亮的 它不會令你的胸扁踢踢 或者什麼的 很漂亮 有白色的 說的綠色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其實很漂亮 它的色是夏天的色 裡面是藍色 外面是薄荷綠 這個 它的比基尼就是這樣的 其實我都洗到 垃色 有起毛粒 其實沒什麼所謂 它真的穿得很漂亮的 所以我非常推介這一套給大家 這樣吧 另外我買了幾款新的 但是我覺得我是不會穿的 因為它是 它的背包超薄 它其實差不多是一塊布 很容易露點 或者走位的 而且它這個是很小款 就是你穿上身 它是蓋得很少的 就沒什麼特別 這個中間特別一點 它有一個圈圈的 這樣吧 有一個圈圈 那就是一套 它的褲子都是那些普通的褲子 那另外一套這個就想特別推介一下 其實它在這家店賣的款式是OK的 它全部是一些歐美款式的款式 就是適合你的胸部很大 或者形狀很漂亮的 它用的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這樣 好像你平時穿衣服的款式 中間開的叉子特別大 就是這樣 它希望你的胸部是這樣的 但可能一些胸部小的人 會穿到扁了 就會很不漂亮的 就是這樣 它旁邊有鋼線的 也OK啦 穿上身 不會說很... 就是這樣 穿上身 這樣的 這款也蠻好看的 但是你要做定一些防走光的措施 因為始終它這個位置 你看它當我戴了一個bra 它這個位置是比較出的 你很容易露中間這個點出來 所以你要 可能要貼上膠紙 或者戴上一些圈子 去防走光 這個就是這樣的 它的型都OK的 其實比較性感一點點的 它又是連一條褲子 就比較... 右線的 是這樣的 類似tea bag 因為它的型是比較... 收心的 就是你會露出一個圈子 另一款這個又是比較V小小的比堅尼 你穿上身它是綁... 喂喂喂 它是綁頸的 我每一套這樣試給大家看 穿上身它是這樣的 它的覆蓋也算OK的 這條帶呢 其實我覺得有點奇怪 它穿得好像很滑 因為它的帶是比較出的 其實它做的效果都OK的 如果你覺得胸很漂亮的話 你中間這條線也算OK的 但是會令到你的胸變了 都OK的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圈子 不算畫 要做到很足 其實我去沙灘或者尤其是游船河 有時候會玩滑水 滑梯 又吃東西 和朋友玩 吃東西 打麻將那些 你做足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 你去沙灘也可以的 可能你只坐一張尖道 沙下太陽 或者跟朋友聊聊天 尤其是游船河 你用很大的動作 很大的動作 所以我就不建議 你戴這些那麼容易走光的胸圍 或者是比基尼 可能你戴一些安全一點的比基尼 都會好一點 只是看大家 或者是我的習慣 試完這個給大家看 其實它是很漂亮 因為它是一個很鎮定的比基尼 你戴上身就OK 這樣 我穿過這套很多次 因為兩年前買了 另一套 又是一個比較普通款的比基尼 但它的顏色就特別鎮定 即是薄荷 去年或前年的暑假 我特別喜歡買 喂 我特別喜歡買這種款式的比基尼 所以 這個顏色的比基尼 所以穿上身也挺好看的 它穿普通的比基尼款 沒有特別什麼 它的屁股都OK 做BOOPUSHUP效果也挺好的 這個 就是這樣 另外我買了一些一致的比基尼 其實這個是 它有條帶的 可能大家想要一致 如果有些人曬太陽 不想曬到比基尼帶印 比基尼帶印 你戴這些其實都OK 戴這些給我 但它就會 這個款 尤其是這個款 它中間也有屁股的 但是它就會 但是它就會 帶到你的胸型好像很扁 那樣 你戴上身就是這樣 那你也可以加一條帶的 如果你安全一點的話 那你不加帶也可以的 就是這樣 那另一款呢 就想說這些 又是一致的比基尼 那這款是無鐵線的 拿一個這樣的比基尼 又是一致的比基尼 那這個呢 就有些流蘇在那裡 看上眼就會漂亮一點 而且如果那些人曬得很黑 那些顏色很自然靚 那些 戴這些那麼鮮 或者戴白色的比基尼 這些是很漂亮的 戴得出來是很漂亮的 那 我有戴過這些 好像有穿過這些 只是去沙灘 因為這些都是不安全 你看它沒有綁頸的 就這樣綁個蝴蝶蝶在後面 那如果你一掉 你真的整個都掉了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就沒什麼特別的 這樣 另外呢 就想說一個 桃紅色的比基尼 又是一個很鮮的比基尼 那這個呢 這個 就不會太厚的 但是它也是一個比較安全的 比基尼 綁頸之後後面再綁的 那當然這些 噢 它們不停地玩 那些帶子 不要再玩了 那可能 效果都ok的 但是就不會說 push的那麼厲害 那這些 很普通的款式 是最基本的 泳衣款 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 那這個比較保守一點點的 是這樣的 一塊布 綁之後呢 然後再綁頸 這樣 好像一個肚兜 很高的款式 但是我的帶子 不知道在哪裡 就是這樣的 對 這樣的 這款呢 又是 太過 薄了 它的款式 就是太過小 它的款式 對 那個圍太小 我戴不到 真的很容易走光 對 戴上生日 有些扣在這裡 那就不會看起來那麼乾 而且下面有些字 就好像那些sport bra 你看它的邊邊 其實都很開的 就是你去用走光 你要貼乳貼 或者你要貼膠紙 在這裡防走光 那我就覺得比較麻煩 就是我買了回來 想不知它的邊邊是這麼小的 那個不重要 幾十元一套 那就是過頭粒的這個 就是這樣的 放了 防走光 其實我也有買幾款的 這些nubra 不提錢 這個開不到 好像nubra 那樣的東西 那是可以 push得漂亮 或者真的防走光去用的 那這些是比較薄 一點的款式 那它旁邊是有一個翼 那就是這樣 貼在你架底的位 就不會凸出來 被人看見 那它是可以 可以 把你那個事業線回來 或者 但我覺得效果不算很大 因為它也是有好用的走位 多數我貼這個就是 那些一支防走光去用的 那就會好一點的 另一款呢 就是 一些比基尼裡面 是有一個 那些 它很有趣的 它是倒轉貼的 那你就放在泳衣那裡 這裡的 貼在泳衣那裡 去做push up 再push 那些肉上來 或者有些比基尼 它有一個位置 讓你放進去 那你就可以放進去 這個位置就不會飛出來 那樣的 所以都ok的 這樣 那我多數泳衣都是用這兩款的 防走光的東西 或者有一個push up 講了這麼多 那講完 平時我去沙灘會穿的衣服 那其實我買了兩款的東西 兩款都是一些很長沙的 網狀衣 其實這些是一些 好像叫做 民族風的衣服 那這個就是長袖的 就過頭粒的 比較長身 就是長身 少少 可以擋太陽 其實穿上身都很漂亮 就是你有時 遊船河啊 沙灘都是給拍照 拍照 你穿這些 是會很漂亮的 那另一種顏色呢 就買了藍色 其實它都是一些圓圈的 pattern是一樣的 但就不同顏色 那就很漂亮 跟朋友去沙灘啊 拍照 一定很漂亮的 這隻 就是這樣 它又輕 又便宜 又放 黏小沙 所以就很好 好過你去買沙灘隻 或者帶沙灘隻 這個都方便一點的 這樣摺起來就可以了 很細緩的 就是這樣 那這次圖的分享呢 就是這麼多 那所有泳衣啊 或者沙灘隻的 link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啦 拜拜 好